我们在讲救赎之约里面 父神对圣子的要求 第一是要穿上人性 第二了 圣子 神的儿子 他是在律法之上的 他是神嘛 但是他需要 卑微地 服在律法之下 好叫他进入到与律法的关系 不单是自然的关系 而且是接受惩罚的关系 和约的关系 好叫他能够为他的选民的罪 负上惩罚 这样子为他的选民赚来永生 为了赚的永生 耶稣就服在律法之下 宁愿服在这个约之下 惩罚之下 十篇四十篇第八节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 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也就是乐意遵行律法 马太五章十七十八节是很熟的 莫想我来要废除 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除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约翰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偏下我独坐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也就是福在父神的旨意 而父神的旨意最明显的 就是记载在律法上 加拉太四章四到五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到儿子为女子所生 生在律法以下 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腓立比二章六到八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师 既有人的样师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顺服以至于死 顺服什么 顺服律法了 且实在实加上 所以第二点 就是父神要求 圣子服在律法之下 以至于死 以至于担当这个惩罚 第三 当圣子为他的选民赚得赦免 赚得永生之后 父神要求 圣子呢 把他所赚来的义 要施行给他的选民 什么义呢 什么果子呢 就是完全的赦免 透过圣灵大能的工作 来使他的选民的生命 完全成为新人的生命 这样做呢 圣子就完全的确保 信徒们呢 是把他们的生命分别为圣归神了 再来 第三点就是说 圣父呢 要求圣子赚得永生 就是死复活之后呢 要把赦罪重生等等 要施行给他的选民 这里打错的 不是约翰十章十六节的经文 来翻约翰福音 第十章 第十六节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个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围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功劳 接下来就是 他要使犹太人跟外邦人 就是另外的羊 进入到基督的羊圈 约翰十六章 十四到十五节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益我的 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受益我的 告诉你们 意思就是说呢 当耶稣就死跟复活之后呢 他就差遣圣灵来运行 好叫从父和子 给圣灵所领受的 圣灵要教导 新约的教会 从使徒开始 这个圣灵的教导 圣灵的光照 圣灵所做的一切都是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 因为圣子完成了救赎 因为圣子完成了救赎之约里面 神所要求他要做的 因为圣子成了 成了 所以圣灵就运行 施行圣子所赚来的永生 就从光照人们明白 基督的道开始 那还有呢 就是基督完成了救赎之后 圣灵就来保守信徒 约翰十七章 十二节 然后十九到二十二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有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主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 好了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所以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 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 信你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也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所以这里呢 在讲圣子复活的荣耀之后呢 他要差遣圣灵 来保守信徒教会的合一 这些都是基督救恩的运行的 一些的工作 然后呢 到了希伯来书 希伯来第二章十到十三节 这里呢 要讲的是 基督因为苦难得以完全 为了什么呢 要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去 当基督完成了 他的救赎大功的时候呢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基督就把救赎的荣耀和果子呢 就发挥出来 带领他的子民来赞美圣父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好像一位师般的大指挥 说十二节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养你 这个是弥撒亚 耶稣基督 又说我要依赖他 又说看啊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我们都要赞美父神 耶稣基督是那个元帅 那个是大师般的指挥 总的来说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三方面的要求 对不起 是三个要求 六个应许 耶稣基督要成为人 服在律法之下 成就了救恩 还要把救恩的好处 分给那些服基督的人 那父神给圣子 有什么应许呢 在救赎之约里面 这里呢 有六方面的应许了 父神对圣子的应许 是与刚才所讲的那些的要求 是符合的 那父神应许 圣子呢 能够完成他这个伟大的救赎大功 所以圣子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 圣父都给他 这样子呢 在整个救赎之约运行出来 在恩典之约运行的时候呢 就一点都没有未知数的 未知数没有的 那圣父应许圣子什么呢 六件事 第一件事 父神要为圣子预备身体 是适合圣子完成 弥撒亚大功的圣殿 或者是会幕 这个是一方面的 由上帝直接的来做成的 是没有受到罪的玷污的 很明显的 路加一章三十五节 天使就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应逼你 因此所要圣的圣者 必成为神的儿子 耶伯来书十章第五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基督的身体 或整个的人性 使神所预备的 好 所以神第一方面 应许给圣子 人的身体 第二 父神应许要赐给圣子 所有的恩典和恩赐 为要圣子能够完成 弥撒亚的工作 特别呢 圣父要高圣子 用圣灵来高他 使他完成弥撒亚的时分 父神让圣灵 完完全全的 毫无保留的 丰丰富富的 充满耶稣基督 这个应许呢 特别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应验了 弥撒亚书四十二章 一到二节 看到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的 所拣选的 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宫里传到万邦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耶和华用高我 叫我传好消息 上帝 多多的 使圣灵充满耶稣基督 高他做弥撒亚 第三个应许 父神应许 必定支持 扶持 圣子完成他的大功 父神应许 必定搭救 圣子 出死亡 这样子 使圣子能够完全 破灭 撒旦的权柄 建立 基督的 建立上帝的国度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一到七节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第八节 我们来读这个好了 耶和华如此说 在越南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记住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众民的众宝 或者是约 福星遍地 使人承受 荒凉之地 为业 父神要 帮助扶持圣子 胜过一切 胜过死亡 四篇十六篇八节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 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使徒行传二章 25到28节 说这些都是 在基督身上应验的 所以四篇十六篇 是讲大卫 也是讲基督的 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所以圣父支持 扶持圣子 第一 四项的应许 父神要给圣子能力 拆遣圣灵出去 去建立 去奠定根基建立 基督荣耀的属灵的身体 这个也是父神 给圣子的赏赐 拆遣圣灵 建立新约时期的教会 教导教会 带领教会 护卫 保护教会 很俗的经文 约翰十四章二十六 十五章二十六 十六章 十三到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 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 彼得就说是了 就是按照旧约圣经 神采遣圣灵下来 圣父给圣子 第五方面的应许 就是圣父应许 一定要赐给圣子 一个数不清这么多的后裔 来赏赐他 因为他成就了大功 后裔多到呢 是人数不清的 所以呢 最后呢 弥撒亚的国度 要包含了所有的 列国 列祖 所有的语言 诗篇二十二篇 二十七节 第一的四集 都要想念 耶和华 列国的万族 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其实二篇 十七节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 如日之久 万国要称他为有福 所以圣父的应许 圣子要给他这么多的后裔 所以我们改革中 特别是前千禧年派的 会说福音广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一个必定得胜的一个意向 因为圣父赐给 应许了要给圣子 海边的圣子 这么多的后裔 第六项的 圣父赐给圣子的应许 圣父应许 要交托给圣子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为了圣子 统治教会 统治世界 马太二十八章 十八节是很明显的 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也是很明显的 照着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右边 远超过一些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些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 服务在他的脚下 万有 再加上 使他为教会 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所以耶稣基督是 宇宙的主 是教会的主 那这个是圣父所应许 给圣子的 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 还有希伯来 二章五到九节 耶稣基督一定得到 至高的荣耀的 所以这些都是 父神所应许 给圣子的 我们再重复一次 他预备 一个身体 给圣子 第二 他给圣子 所有的恩典能力 使圣灵充满他 好叫他完成 弥赛亚的工作 第三 上帝必定打救他 错离死亡跟魔鬼的权柄 第四 他答应他 赏赐他圣灵 被拆遣出去 建立教会 教导 保护教会 第五 上帝应许 给圣子 有无数这么多的后裔 好叫万国万族 都进到 弥赛亚的国度里 第六 上帝把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柄都交给圣子 好叫他做万有之手 也做教会的头 那这个呢 是圣父要求圣子 也应许圣子的 整个救赎之约里面的 一些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来看救赎之约 与恩典之约的关系 那这里也是很有趣的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点 救赎之约 是恩典之约的 永恒里的原本 这个就为什么呢 很多神学家认为呢 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呢 应该被结合成为一个约 救赎之约是永恒的 从永恒而来的 恩典之约呢 是赎时间的 因为它是在时间中实现的 救赎之约是 父与神之间的协议 圣子作为保证人 和选民的头 恩典之约呢 是三一真神和选民 在这个保证人里面的选民 所立的约 所以有一点点不同 救赎之约是 那个永恒的原本 或者是实体 第二 救赎之约 是恩典之约的 永恒里的稳固的根基 假如圣父和圣子 没有在永恒里达成协议的话呢 那么三一真神和罪人 就不可能有立约了 所以救赎之约 是让恩典之约成为可能的 第三 救赎之约呢 让恩典之约必定成功生效 因为 在救赎之约里面 就包含了 恩典之约 能够建立 自行 实现的 那些的方法 就是圣子 大神罗斯人 有身体 顺服等等 只有 借着信心 罪人才能够得到恩典之约里的福分的 而 救赎之约 恰恰就是 要把信心之路 打开 圣灵乃是在罪人里面 产生信心的那一位 这个是赎应许给基督的 而 耶稣基督就保证了 透过信心呢 就得到永生的 救赎之约可以这样说 好了 这里呢 伯格夫来做一个小节 讲了这么多条件啊 要求啊 应许啊 与恩典之约的关系了 现在呢 他来做一个最后的小节 就是救赎之约是什么呢 救赎之约定义就是 父神与圣子所做成的协议 圣父是圣子做选民的头和救赎者 圣父是从与圣灵 对 圣父是与圣子立约的 圣子呢 是自愿的 代替了 代替了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 做他们的代表 再来一次 救赎之约就是圣父与圣子 打成的协议 圣父呢 是给了圣子做选民的头 跟救赎主 圣子呢 是自愿扮演这个代表他 子民的那个角色的 就是那些父神所赐给他的选民 做他们的代表 这个是救赎之约 那是 赎主 游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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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